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的就是说 可能在我们那个年代 小时候就会喜欢看无敌铁金刚 可以打倒坏人 小叮当就有各式各样的神奇道具 可以帮助大雄 或者是像柯南可以用他的观察力 头脑来办案找出犯人 能够把个人的特质发挥到极致 就可能会成为超级英雄 但每个人都可以去了解自己的天赋 成为超级英雄吗 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 台湾特殊教育工作推广协会的理事长 也是讨喜特殊教育工作室创办人 那么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 天赋就是你的超能力的作者 屈志邝老师 现在就请屈老师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好 子玲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今天请您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说像以我自己的经验来 来讲我就真的是从小就不是很清楚说到底我最喜欢什么 因为好像都喜欢 然后最擅长什么 我就觉得好像还好都都还可以 像我印象中比较说我小时候成绩还不错 什么作文啊画画啦算术啦 对除了体育很差就很差的好就体育很差这样 对 跳舞很差就肢体动作很差 其他好像都不错 对 可是那就会变成说我到底是什么呢 好像都可以但也不是很厉害 那我可以成为超级英雄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比较 容易就像子玲刚刚讲到的 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好像不喜欢什么 或是不擅长做什么 所以这是我觉得是大多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 心理状态 那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跟我们整个学习的大环境很有关系啦 就是说尤其是在我觉得比较就是说 传统升学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大多数的人就是在学校读书考试 然后一路就是往上升学嘛 所以在其实生活的安排上面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主轴还是读书考试为主 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那个探索啊 跟试探的时间其实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少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只是就像我们 就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啦 我过去也是觉得我知道 我不会选什么样的科系来读 但是你问我说我会选什么样的科系 对 就有热情 其实在我求学过程当中我也是回答不出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是缺乏探索跟体验的机会 是 我们探索的还不够多元或者是说还不够深入 那也许我的能力来讲基本上一些 比方说小说我常常可能去演讲啦 画画啦 这个什么作文比赛啦 好像就还不错这样子 可是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找出一个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等等这样子 对小说还有音乐 音乐也行耶 就是因为我觉得都是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下 然后又缺乏我觉得有意识的探索跟被运动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刚萌芽一个东西 是你的注意力跟你的精神又要集中回学业 嗯 没错 花很多时间是在学业还有那个考试 准备考试上面 这样子 嗯 对 好那我要问一下啊 这个曲老师 就是青少年往往是迷惘啊 焦虑啦 哈 也急于认识自己 那你也在书里面开玩笑说 青少年正是变态的历程 哈 就是昆虫那个变态啦 对不对哈 究竟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呢 呃 我想是这样 就是在青少年的时期 呃 个体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 我们从身体的变化 其实就可以知道 其实心理的变化不亚于身体的变化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更容易就是受到 呃 因为内在在变化嘛 加上也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历程的人类吧 这个历程的人类 我觉得最 呃 通常会比较不稳定 啊 通常比较不稳定就是因为他要去 呃 因应自己内在的变化 那同时他也需要去面对 环境的一些压力 尤其是像这两天 儿福联盟刚好公布嘛 啊 就对于世代的那个压力的调查 嗯 那高中生的压力是比国中生高 两倍的 我就说 这个力 这个过程我觉得 就是充分反映说 其实 青少年时期的身心的变化一些 尤其再加上面对 呃 学业面对同侪 还有面对 呃 未来升学跟生涯的选择 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看的 对 嗯哼哼是 那父母亲呢 可以像您这样看吗 哈哈 我觉得父母亲是最 关心 然后也最担心自己小孩的这样 对 其实我常 会跟爸妈妈开玩笑 就是说 如果给我选择 就是 我们用两个极端来说 一个极端就是 这个爸爸 这一组 亲子关系是爸爸妈妈很忙碌 然后 然后他 其实能够 呃 能够去照顾的比较有限 跟另外一组就是那一种 呃 很有时间而且投入很大量心力在 关注自己小孩子的 呃 呃 所有的行动 包含学习 包含生活 那要我选的话 我觉得 呃 对青少年而言 我觉得那个空间 跟那个距离 保持一点空间跟距离 然后 给青少年一些 弹性 我觉得那是重要的 尤其那个亲子关系 我觉得相对会是比较 能够 能够我觉得 能够比较融洽的相处 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也要转变啦 因为孩子 在小的时候他没有能力 然后他需要被照顾 被支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爸爸妈妈投入很多的心力去 协助他 嗯 我觉得是必要的 嗯 但是到青少年时期 其实很多青少年在 包含自我认同上面 他也希望 变成一个 独立 然后变成一个 能够自己去面对很多生活当中事情的一个 个体嘛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爸妈还是用 对待小小孩的方式 在跟青少年相处 其实我觉得 对青少年或对父母亲而言 我觉得都是 会是 蛮痛苦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说 对于 呃 亲 家里有青少年的父母亲 呃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也需要 去转变跟调整 然后 那个转变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嗯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自己能够转换这个心态 啊去跟青少年相出 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好 如果我们先抽离了 要慢慢让自己抽离 然后 让孩子自己也有独立的空间 然后我也不要再那么多的重心啊 关心啊 等等 一直都关照在孩子的身上 这样子 这样子对双方都会比较好 然后关系也会比较好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是 那里面有一个小细节可以提醒 哦 就是说 不是说青少年不需要被父母亲关心 我觉得其实 是需要有品质的陪伴 哦 有品质 这个张储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如果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 嗯 如果的小细节 你都要去照顾跟要求的时候 嗯 那个相处一定是没有品质的 我们举个例来讲好了啦 我自己的经验 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适合 我又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看我现在已经都这么老了 然后 我妈出门的时候还是会说 今天天气变冷了 你有沒有戴外套 外套这样够吗 你要穿上啊 你有沒有戴围巾 你有沒有戴手套 然后就会觉得很烦 你知道吗 我知道她是关心 可是我很想说 都已经这么大了 然后冷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带足 这个保暖的衣物 冷到也是应该的 可是呢 我会觉得说 我最近工作压力好大 最近失恋 或者是心情怎样很不好 或者跟什么主管还是同事 有什么样的人际的 让我心情不好 我会很希望说 我们的父母亲 其实我们年纪这么大了 可是我在跟父母亲讲的时候 我都希望说 她可以好好的听我说 然后安慰我 对不对 或者是给我一些支持 这样子 我不知道说 屈老师你讲的那一个 有品质的陪伴是 从这个例子当中 可以找到吗 我觉得这个例子蛮贴近的 就是说 其实在 我认为了 就是在 所有的父母亲的眼中 孩子就是孩子 都是孩子 不管你年纪到什么 都是孩子 他都觉得你是小孩 包含我自己的爸妈 也会 时不时有透露出这种 让我有这种感觉 那我觉得 那的确是出于关心跟爱 那我刚刚讲 那个 有品质的陪伴 其实就是去除掉很多那种 生活当中细索的这种 我觉得 关心吧 那也包含 可能这很像是一种唠叨 尤其在青少年时期 我觉得特别对这样子的一种形式 我觉得会觉得 更加反抗 会反抗 抗拒 所以我们常讲 就是说有一种人 是妈妈觉得人 对对对 今天我觉得还OK 有一种恶是妈妈觉得恶 这样 所以我觉得 里面很核心的 那个有品质的陪伴 就是 你把他当作一个 独立的个体 跟他相处 就像你会怎么样跟 一个 可能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相处 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说 完全要去除掉 父母亲的角色 因为父母亲 其实还是扮演着 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 直观的传递啊 还有教养上面的 生活的一些原则 不管的建立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 但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 补充一下就是 父母亲其实很重要 扮演一个归属感的角色 那其实就是一种安全感 对对 那个归属感可能不会是 我在同事那边 或者是老板那边 那个是属于职场的 我们是这个组织的归属感 但不是那一种血浓于水 或是家庭的那一种归属感 那个很重要我觉得 对那其实就会影响一个人 我觉得很核心的安全感 对对没错没错 嗯 嗯 好 继续曲老师 哈哈哈 对啊 所以我觉得青少年不好 不好处理啊 就是 不好处理齁 你的经验很多 对不对 对就是 呃 你可以 把它 比喻成 例如说 呃 你也不能说要完全顺服他 但是就是 有时候要顺着毛毛 我觉得大概是这种感觉 嗯 对 你有一些例子吗 其实非常多啊 跟他们互动 要顺着毛毛 但是也不能 就是 让他愉悦了那个 我们觉得的纷争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 呃 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 这 例子真的很多啦 像是对青少年而言 呃 我们常会听到嘛 就是说 呃 他在家里面 他可能回到家一句话都不讲 就可能放学回来 一句话都不讲 然后 这太常见了 嗯 对啊 然后可能就 除了吃饭的时间 不然其他时间就跑到房间里面去嘛 欸对 哈哈哈 其实这就 这个就充分展现出 我们刚才前面讲 就是那个身心的变化 他其实需要自己独立的一个空间 嗯 因为在那个空间 他就是 他可以自己做主嘛 嗯 所以其实他会 我觉得对爸爸妈妈来说 他就会感觉到 是一种 呃 是一种好像蛮疏离的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那是阶段性啦 嗯 就像我自己要举我自己当例子啦 因为例子真的太多 我就真的会觉得 呃 举例来说我妈妈非常喜欢在 我印象中 在我高中时期 很喜欢礼拜天都去阳明山 嗯 就每个礼拜天都会约你说 那我们去阳明山 嗯 那其实那时候就会 很反感嘛 就觉得说啊怎么又是阳明山 然后 都要去阳明山 就有那种 心里就 你也不会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 很自然会有一种排斥感 嗯 所以其实就冲突 其实从生活当中 呃真的是蛮多的 那我觉得 嗯 我一直到什么时候 跟我爸妈关系 就会比较和缓 其实是到我念大学 嗯 我到我念大学我住校嘛 啊住校其实就是一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回家一次 对 就发现那感情的感情的那种 就是那种相处起来就变得 比较 我觉得比较舒服 嗯 那种感觉就是说 保持一点距离 对 然后我有我的空间 唯有生活的一些方式跟习惯 嗯 但是 你们是很重要的人 我们 我们可以 我们还是 呃就像刚刚子玲讲的 那一个很亲近的关系 嗯 我觉得这对很多青少年而言是很重要的 对 我觉得哦 就是说 我们台湾啊 从早起啦 这个古时候的那种 比较东方啦 家族啦 大家都绑在一起的 那种 那种特性 然后现在其实你看我们又是 小家庭啊 核心家庭 或是说 那个越来越强调自我的独立性 这个自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跟国外会比较像了 所以就像屈老师您所讲的 当这一个小朋友 他慢慢长大 其实他已经开始在做分化跟独立了 好啊 但是父母亲可能一时之间 还还无法感觉得到 然后去做适当的一个分离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家里 那个那个关系就变得很 拉扯啊 欸对对对对 你拼命跑我拼命拉 然后大家感情就越来越不好 然后就冲突 这样子 我在举一个例很有趣 有一个家长找到我的时候 跟我讲说他小孩刺青嘛 然后就刺了一个很小一个图腾 他一定快疯了 那个妈妈就是真的要崩溃了 就是我认识那个孩子到 他已经成年了啦 哦成年了 已经是高中到大学这个年纪 然后已经成年了 还没满18岁 现在是18岁成年 对对后来满了 后来满了 后来 我认识他的时候 maybe是17岁 然后刺青的时候已经满了 然后刺青的时候已经满了 他18岁 然后再来他妈妈很很讨厌 很不喜欢他有刺青 但是现在那个小孩已经有 可能有七八个刺青了 然后他妈妈每次面对到 这个 他看到他小孩有新的刺青的时候 他就崩溃了 然后其实我 我已经跟妈妈就是说 我说那就是他的选择嘛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小孩的选择 他的 他的 他对刺青的看法 可能跟你的价值观是完全 嗯 甚至我也遇过 有 家里状况 亲戚很好的爸爸跟小孩说 你如果刺青 我的那个遗产就不会留给你 到这种程度 我的意思是说 那还是有刺青吗 那小孩 还是有啊 而且三个小孩都有 好啦我真的觉得 我在这边要奉劝一下 父母亲小孩慢慢长大 只要他不是去什么 吸毒抢劫什么之类的 刺青那个不危害别人嘛 对不对 就自己的身体痛一下下 也许哪一天他又把它弄掉了 不要太在意啦 不要太在意真的 因为你这样规劝家长可能会被家长讨厌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 哈哈哈 可是真的不要太在意 要不然自己会好痛苦哦 所以我觉得自己会很痛苦 真的 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 这一个世代的不同的价值观 你是怎么抓他 他还是会这样做啊 对啊 那你还不如就勒毙 只要他基本上安全 对不对 对啊 最低底线的安全 哈哈哈 是 哦 对家长很难为啦 对啦难为啦 心里很纠结 这样 需要调整对 嗯嗯嗯 因为时代在改变嘛 哦 这是变太快了 真的 嘿 好那我问一下去老师哦 有些青少年会觉得自己和一般人有点不一样 啊 比方说 呃我过动啦 我妥瑞士症啊 或是我学习慢啊 或者是说哎 我就知道我有特别的固执啦 其实我自己也知道 我可以找出自己的优点 或者是成为超级英雄的特质吗 我觉得回到也一样回到子玲一开始问的问题 嗯 就说 我觉得我们整个大环境对小孩的那种探索的 嗯 体验的支持不够 因为其实你说现在108课纲甚至更新的课纲都要出来了 我们一直在讲那个自主学习或讲所谓的课程要松绑 嗯嗯 好那我觉得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其实 呃读书考试还是很多家长心里面的主流 没错 对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很危险的一个点就是说 呃其实并不是所有 呃小孩都擅长用这样的方式学习 即便你说现在当然升学管道也很畅通啊 嗯嗯嗯嗯嗯 有很多不同的升学的模式 你说像特殊选材 像申请甚至读招特考等等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呃入学的方式 嗯 但是我相信整个环境的变化 也才刚开始 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接受一个小孩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不擅长主流的学习模式跟那种升学方法 那我们怎么样去给他机会 甚至我们怎么样破除掉我们传统的一些价值观 例如说有些人就觉得呃呃呃我们说士大夫的想法嘛就是一定是万般皆下评我有读书高 那这个能不能被打破 现在读书不值钱了好不好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大家会挂在嘴上的啊 但是面对到实际家长在面对到实际小孩的状况 也很难突破这个这个 我觉得有慢慢松绑啦 但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氛围存在 那回到刚刚子玲的问题就说那有这些特质的小孩他怎么样去走出他自己的路吗 嗯 读书考试是一条路 嗯 我比如说就像我书里面写的 有过动的小孩像谢志摩谢老师 他也是可以呃他他下定决心他也是想考试想读他也是可以 但是也有像另外一群呃像可能有学习困难的小孩 他在传统升学上面就不是属于他擅长的一种呃我觉得竞赛的模式 他可能像我书中写到的那个梁子琪 他就是从小就是爱画画 那爸妈怎么发掘他的天赋呢 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儿呢就是在他的课本上都是非常多涂鸦 而且有很多画的很精致的一些一些 icon 所以他就让他每每个星期有一天在画室就画画画一整天 然后爸妈就陪着 这个小孩他也是很有耐心 蹲在那边一直画一整天 每每个礼拜就这样 对可是我觉得要要最难的其实是家长 因为家长他有这个智慧 然后他真的不在乎 对不对他没有很在乎他小孩都在班上 其他成绩都很差 他每次考试都是最后一名 他每次考试都是最后一名 然后他爸妈支持他 礼拜六礼拜天陪伴他在画室 学画跟闯 不简单 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 对对 那我就像我刚才前面跟子琳讲 我说其实那个耐心 你对一个兴趣的发展能力的培养 他其实是需要耐心跟时间 那这个时候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没有这么有智慧啊 除非说他真的很叛逆 我就是义无反顾 我也不管家长讲什么 不然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影响的人 还是家长 在我书里面访谈这么多人 其实都有一样的核心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家长的支持跟陪伴是很关键的 好那如果说青少年或者是家长 那听到我们这个访问之后有一些疑惑 有没有一些说呢 他们可以去学习啦 或者是咨询的管道呢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来说 其实有蛮多的资源的啦 我讲我们国家的系统嘛 就是说你在学校里面 尤其是在学的学生 学校一定有所谓的辅导系统 那最基本就是说初级的就是说导师嘛 你可以跟老师这边讨论 因为其实孩子在学校表现跟在家里面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就我们常讲那个亲师合作 这一块我觉得跟学校老师去连结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说有些家长遇到的问题是比较挑战的 像是他可能孩子有一些特殊学习的需求 那第一关啊在台湾的系统里面 第一关通常会是去医疗院所进行一些评估跟诊断 确认说这个孩子有没有什么样的部分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方法去支持他 那这是医疗院所的部分 那当然你当你了解小孩的特质之后 那不同属性的不同特质的群体都会有一些家长团体 或是基金会在提供这样的资源 那像我们自己我这边其实就在做的工作就是 其实我很喜欢写东西啦我很常跟家长跟小孩互动 我都会把我觉得有趣的事记录下来 或者觉得蛮值得分享的事记录下来 其实就会分享在我的脸书上 然后一段时间我对一个题目比较有兴趣 我就会把它写成一个比较完整性的一个记录 对大概是这样子 是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这边就是来邀请到天赋 就是你的超能力作者屈志旷老师 同时也是台湾特殊教育工作推广协会的理事长 讨喜特殊教育工作室的创办人 那么今天呢就要谢谢屈老师 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 那就谢谢屈老师咯 谢谢子玲 谢谢哥尽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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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